各位大德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来研究这个花园经普贤心愿品 苏擦节 上次呢 已经开始介绍这个文经的功德 也就是呢 二十三页 第二行这边 我们再把经文念一遍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以满十方无量无边 不可说不可说 佛察即为成数 一切世界上妙七宝 及诸人天最圣安乐 布施而索一切世界所有众生 供养而索一切世界诸佛菩萨 经而索佛察即为成数节 相续不断 所得功德 若乎有人闻此愿望一经于耳 所有功德比全功德百分不及一 千分不及一 乃至幽波尼沙陀分一不及一 或乎有人以身信心 于此大愿受持读诵 乃至书写一事俱记 素能除灭五无间夜 所有世间身心等病 种种苦恼 乃至佛察即为成数 一切恶业皆得消除 一切魔君 夜叉罗叉 若揪盘图 若皮色蛇 若不多等 饮血淡肉 诸恶鬼神 皆惜远离 获时发心 清静守护 那么就念到这里 那这个科判呢 你看这个二十二页最后一行 从这边开始呢 就是显经圣德 显示呢 这本经的书圣功德 里面呢 分成两部分 物一较量文经德 然后呢 再来物恶 显于重行德 那这个文经呢 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 文此愿亡一精于耳 所有功德 那么比起什么样的功德来做较量呢 就是前面的 满十方 无量无边 不可说 不可说 佛察极为成数的世界上妙七宝 这是物质的 然后呢 还有人天最圣安乐 这是精神上的 用这么多的七宝 跟这个精神上的安乐 人天最圣安乐 然后呢 布施 前面讲的 无量无边 不可说 不可说 佛察极为成数的众生 然后供养刚刚讲的世界里面的佛菩萨 经过的时间呢 就像刚刚的这一些数量 把它抹成为成 那么多的结束 然后这样子上供诸佛菩萨下布施众生 经过多久呢 那么长的时间 佛察极为成数节 然后呢 相续不断 比起这个刚刚讲的文此十大愿望 一精于耳的功德 百分不吉一 千分不吉一 乃至佛波尼撒多分不吉一 这个就是呢 第一段 较量文经德 那显于众行德的话呢 下面就开始讲 有其他的这些功德 但是呢 我们上礼拜呢 就是解释到 这个文此愿望 一精于耳所有功德 为什么会这么殊胜 那么我们说呢 可以拿它来跟这个金刚经 做比较 请你看到上礼拜的讲义 十二月七号 讲义的这个第五页 那么为什么要让他 要把这个跟金刚经的经文 做一个对比呢 因为我们常常读金刚经 然后呢都觉得里面讲到呢 寿辞金刚波尔经功德非常殊胜 已经呢 我们觉得是太了不起的殊胜了 那没想到呢 比起心愿品来 那么好像呢 普贤心愿品的功德 那比起金刚经呢 那更加不可思议 那更加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这张表啊 就是互相对照 同样的布施的内容 金刚经呢 一刚开始是布施七宝 只有讲七宝 后来呢 又有加上呢 恒河沙等生命布施 包括外财内财 这个全部拿来布施 然后数量的话呢 行愿品 刚刚我们念了 满十方无量无边 不可说不可说 佛察极为成数 一切世界充满了七宝 一样呢 金刚经也有讲到这个 只不过他分层次 一刚开始是讲 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接着讲 恒河沙数的三千大千世界 然后再来用 无量阿森奇的世界 但是呢 还是比不上 行愿品那种描述 不可说不可说 我们知道这个 在华严经里面 已经是很大的数量 然后再把这些 这么多数量的世界 抹成为成数 那就更多了 那么那么多的世界 里面充满七宝 比起金刚经里面 讲的满无量阿森奇世界 那更不晓得多多少倍 所以呢 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呢 你看到 同样都是经文 但是金刚经已经讲到 是满无量阿森奇世界 不如受持金刚经 现在行愿品呢 是把那个世界的数量 比起金刚经所讲的 那不晓得多多少倍 也是充满七宝 还是不及呢 文经 一经于耳 是做这样的对比 你才会觉得 哇 华严经行愿品 形容的功德啊 太不可思议了 完全超乎我们想象之外的 然后呢 再来呢 对象 不思的对象 金刚经只有强调呢 是八百四千万亿 那由他诸佛 通通供养 没有空过者 用这样子上面讲的 那个七宝 或者是呢 生命不思 然后碰到这么多佛 只是强调供养佛 然后不相行愿品 不但是上供养佛 下还不思众生 全部通通寒挂了 上供诸佛 下施众生 通通寒挂在这里头了 那这样的话呢 所修的福德逼起来 那行愿品所讲的那种 那种七宝不思 那又比这个金刚经 讲的这样供养诸佛的福德 那又大很多很多倍 那时间的话呢 行愿品强调的是呢 佛察即为成数 结相续不断 那金刚经呢 那也是用的是 无量百千万亿结 那也是比起那个佛察即为成数 那个时间差很多的 只不过呢 金刚经说用的是生命不思 那行愿品没有强调说 把生命都舍掉了 然后最后 寿辞这方面 秦愿品只有讲到 文愿王一经于耳 那金刚经分层次的 一刚开始呢 是寿辞四句记 谁说四经 谁说四经就说 不定不一定要全部说完 只是寿辞四句记 譬如说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云 如路易如殿 应作如世观 那这个就是金刚经很有名的 那么这个或是 若有人以色见我 以阴声求我 是人行邪道 不能见如来 类似像这样子的 那么然后呢 这个大概把金刚经的重点讲一讲 这个是很少的 但是后面呢 就越讲越深入 要文此经典信心不腻 或者是呢 受持独诵 为他人说 甚至到呢 受持金刚经到 知一切法无我 得成于人 那这样来受持 来强调他的功德的殊胜 那对比行愿品 只要一斤于耳 好像行愿品 受持的非常的少 非常非常的少 可是比起那个 这个功德啊 比起受持金刚经 好像多很多很多 那我们如果没有 做一个对比啊 我们不觉得他的特别的殊胜 因此呢 我们故意就把他对 对着金刚经来做一个对比 让大家了解 这个受持普贤行愿品 华元经呢 他的功德 比起金刚经来 有这样子的经文上面 就很明显的不同 那我们就先从金刚经 为什么有那样子的功德 来稍微先了解一下 所以就引用金刚经讲义 江卫龙居士的注解 那么第一句话就说得很清楚了 行不思同 福德不同 因为呢 因其持以行施者不同 为什么 一个是用财宝 外财 一个是持法宝 所以同样都拿来 做同样的布施 但是一个有受持金刚经 一个呢 没有 纯粹用外财 就算你是持无量数的世界财宝 不及持一卷金 乃至四句记者 经文的意思就是这样 经文的意思就是这样 那江卫龙居士就点出来 为什么 才不思只救人生命 法不思 法思能救人会命故 法思救人是彻底的 彻底的 究竟的 也就是说呢 能够帮助众生 彻底的什么呢 离苦得乐 才不思只解决他这一生 财务上面的困扰 他自己没有修复 下辈子还是一样 还是贫穷 但法不思 他如果真的能够了解金刚经 真的知道如何来学习佛法 他慢慢的就可以帮助自己 跳出生死轮回 所以才会说 法不思救人是彻底的 然后呢 江卫龙居士呢 也特别讲到 并不是说你财不思就可以废 不是讲到法不思的重要 就是说财不思就不用了 能够的话最好两方面都来 但如果两方面没办法顾及 这样我们就没有那么 经济没有那么好 那财不思所做的呢 就有限 那宁可呢 那就是那多做法不思吧 这样子 所以下面就写了 证明了财宝如幻如画 而凡夫贪着其事 不知贪欲无穷 财宝有尽 你帮助众生 帮助凡夫 你一时帮他解决极难 他会很感恩 但如果他不是在极难 你帮助他这些财富呢 反而不尽然他会感谢你 甚至多了他久了呢 你固定都一定要帮助他 他就觉得你好像没有帮助他 就是不对了 为什么我这样讲 我以前在基金会也曾经 担任过这个持继组的工作 然后固定都会有固定的那种 捐助的那种对象 就跟现在那种低收入户啊 或者是持继他们在帮忙的 都会固定 但是呢我们也跟持继类似 隔一段时间呢 就会重新评估 他到底还需不需要 继续帮助他 那后来发现呢 他好像不缺这没一点点钱了 他其他的方面OK了 就给他停 那么这个有的人呢就觉得 你为什么帮我停了 然后呢就会过来 一直说呢 他还是很需要 那我们就觉得 你多一份当然觉得很好 少我们这一份好像 你也没有差很多 但是他就觉得你不应该停 甚至呢 我前一任的组长呢 曾经呢把一个 一个女的 的这部分呢 停了之后呢 他就很气 然后呢 这个后来我接任之后呢 他就一直在说 我们上一任的组长的坏话 所以这个就是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问题 所以甚至他也不断的批评 持续功德会的什么什么什么 因为也是类似这样 人家持续功德会觉得 他不需要接受 就帮忙了 就给他停 他也是满口的怨言 那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知道 众生苦啊 不是没有原因的 那他会今生会这样子 经济上会比较缺乏 代表他过去没有修复 甚至呢 不知道感恩 不知道喜福 所以我们感觉到 这样的众生更可怜 但是觉得他更可怜 并不是继续让他的贪心 维持下去 而是要让他看清楚 既然你应该可以了 可以自己呢 帮助自己了 你就把这一份 再留给其他 比你更需要的众生 那这样不是很好吗 他如果观念上头 脑筋里面能够这样 转一个弯 或许就从这里开始 他就慢慢的再赔福起来了 但往往呢 有些众生呢 他就是如同这边讲的 贪着 贪欲无穷 所以 所以江卫龙居士 这边就是写 写说 如果你光只是财布施 财宝有尽 贪欲无穷 你没有办法真的帮助这个众生 你真的要帮他 就如同俗话讲的 你不是送鱼给他吃 而是教他如何钓鱼 当然从佛教徒的立场说 这个最好也不要 这样是让他去造杀生的业 那只是一个辟语 不要衍生题外话 也就是说 让他有自己谋生的技巧 反而比起这个送他钱 还更实际一点 所以下面就接着讲 如果讲到佛法的话 让他了解佛法 若名佛法 那么他自己就会有所觉悟 会有体悟 执世间是无非梦幻 得财师者 恕己除苦 行财师者 福亦真善而 你增加的福呢 增加一点点而已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修财布施的 你增加的福呢 没有很多 不及法布施了 所以一切有为法里面 最难看破者财宝 所以金刚经才特别引用 这样子来做对比 与其你布施七宝 不如呢 你为他讲解金刚经 让他了解这种 这种般若空性的道理 所以才会说呢 这个引此为掩耳 让他透过金刚经 看破世间的这一些贪欲 财宝的贪欲 所以他说 凡一切举财师 教圣处 异同皆此 来比较哪边比较殊胜 用寿石金刚经 来对比财布施 用意都在这边 都是要让众生 能够从这里面体会到 一切有为法 都如梦幻泡影 要这样子来领会 下面一段 全今千言万语 无非未破 我人四相 而相 起于贱 因为你有错误的贱 你才会着那个相 所以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原因都来自于 你有我贱 人贱 众生贱 受者贱 所以他说 他这一段是在讲那个四贱 自此则说明 我贱等 为原其贱民 本来信空 此意正所以 总结全今也 就是要你破什么呢 破我见 人见众生见 受者见 四见 所以说此今 金刚经 原为破我 今将破我发挥到究竟处 便是全今 诸意之总会处也 所以 整部金刚经 就是在破 我向 人我执 那么上面讲 菩萨通达无我 无法 又说 自一切法 无我得成于人 到这里更穷 自彻底 何以故 向不生处 弃入 则我见本无 不生 一切法 本来无生 本来都不生 我们以为 都有生灭 有生 那就是我们 有分别 有执着 才会觉得 缘起缘灭 都有生 有灭 真正 波尔经 就是让我们看到 一切法 本来都 不生 不灭 所以如果 能够像 不生 的地方 弃入 就是误入 误入一切法 的法性 本来不生 所以连 我见 都不是 持有的 本来就无 而不是 先有一个 我见 然后再 把它 无掉 不是 所以真正的 波尔 就是看穿 那个我 本来不是 持有 从来没有 生起来过 那既然是 这样的话 又 其有 所成之人 他不是说 要得成于人吗 本来就无我 哪里还要 去修 这个 无生 法人 也就是说 真正正的 无生 法人 就是看到 一切法的 法性 本来 无生 那就叫做 正的 无生 法人 所以他后面 就写了 菩萨 因如是 彻底通达 乃究竟 无我 究竟 成人 而 所以 为什么 受持 金刚 金 谁说 演说 金刚 金 能够 比 财 布施的 功德 来得大大 这么多 就是因为 慢慢的 你透过 金刚 金 了解到 一切 法 本来 空性 本来 无我 本来 无生 这时候 你就 就近 解脱 就近 解脱 那个 功德 比起 财 布施 让我们 不断的 执着 更大的 执着 那 功德 差很远的 所以 金刚 金 讲 他的 受持 功德 有这么大 原因 就在 这边 所以 下面 就说 金刚 金 是为了 要成就 无生 法人 的 般若 经典 功德 已经 如此 的 殊胜 以殊胜 若此 何况 华 原 金 不是 只有 成就 无生 法人 是成就如来 殊胜 功德 后面 写个 瓜 胡 上品 即灭 人 就是要让大家了解 所谓的 无忍 仁王金 里面讲的 无忍 福忍 顺忍 然后 然后呢 这个 福忍 顺忍 还有一个 第三个 什么忍 然后第四个 无生 法忍 第五个 极灭忍 所以 无生 法忍 是在排在 第四个 如来 是排在 第五个 的极灭忍 也就是说呢 这个前面的 福忍 是还没有 登出地 然后呢 这个顺忍 是出地以上 乃至呢 一二三 然后四五六 然后七八 然后呢 这个 这个无生 法忍 是七八 九 不是 六七八 四五六 我看 一二三 四五六 七八九 七八九 所以 无生 忍是七地 八地 九地 然后 极灭忍 只有两品 极灭忍 上品 十地 下品 下品 十地 上品 就是如来 中间没有 这个等觉 所以 所以呢 这个 无生 法忍 是七八 九地 然后 极灭忍 是十地 跟如来 所以 金刚经 只是成就 无生 法忍 现在呢 华言经 是让我们 能够成佛的 成就这种 上品的 极灭忍 所以在 华言中 里面说 这个华言经 是原教 是顿教 大法 因此在这种功德的对比上头 那就比金刚经来的殊胜的那么多 所以普贤心愿品里面强调 金耳一文 听过这个普贤心愿品 功德就胜过 前面说的上公诸佛 下世众生的 甚多功德 所以 第一个让大家了解的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德 是用 跟金刚经来做对比 是从这个角度先去说明 第二个角度去说明 这个完全是从天台中的讲法了 这个呢 可能一般人比较少 少这样子去了解过 但是呢 在天台中解释法华经的功德的时候 都是用这个角度去解释 也就是各位都听过法华经里面讲的 小孩子呢 在河边 在海边 用沙 然后堆堆一个佛菩萨的像 或者是堆一个佛塔起来 那么这个呢 他说皆已成佛道 或者是若人散乱心 入于塔庙中 一称拿摩佛 皆已成佛道 或者是呢 你经过佛塔 经过寺庙 看到佛像 然后呢 这样 这个第一个头就是 点头一下表示呢 对佛菩萨的恭敬 或者是合掌一下 然后呢 他说这样子 皆已成佛道 这个 法华经都是从这个角度去解释 为什么这么一点点的动作 包括小孩子 在河边 沙边 堆沙 在玩 也皆已成佛道 然后呢 散乱心 一称拿摩佛 拿摩佛 拿摩法 拿摩生 供养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生政 那也皆已成佛道 所以祖师大哲 天台中 祖师大哲 就有这样写的 这样如同金刚 这个讲义这边写的 一举手 一举手 一举手就是合掌 一举头就是呢 问训啊 礼拜啊 然后基土成佛庙 就刚说的 小孩子在 在旁边 河边啊 海边啊 这样 然后聚沙为佛塔 如是诸人等 皆已成佛道 这是金刚经 这是法华经 里面提到的经文 有人说 哇 那这太简单了 要成佛 怎么这么容易啊 那个一合掌 然后呢 一低头 这样就可以成佛 法华经 也未明讲的 太简单了吧 实际上你不知道 它里面有 比较深的含义 所以 法华前义 叫志者大师 志者大师解释 这边呢 他说呢 这里面因为有三因佛性 从三因佛性去解释这个经文 你才不会误会 首先 一切众生都有正因佛性 所以 为什么可以一举手一低头 将来都可以成佛 因为他本来就有佛性 从来呢 这个佛性 是不生不灭的 不灭 所以对众生呢 有佛性的众生 你不敢轻蔓 于过去佛 现在佛 或者是 过去已经灭了 若有文一句 皆得成佛道 这个 从哪边讲 了因不灭 前面那个正因佛性 是一切众生 本来具足 就算多三二道 他的佛性 也不灭 然后呢 现在 开始听闻佛法 学习佛法 即使只有文一句 为什么讲他 皆得成佛道 就是他从这边 开始有了因佛性 了因就是了因佛性 不灭 然后 有那些动作 低头举手 皆成佛道 讲的就是 原因佛性 那至于了因佛性 原因佛性 在最后一行 你看到最后一行 了因讲的就是智慧 你开始学佛 你的智慧慢慢就会开显出来 原因佛性 讲的就是这些 善行福德 正因佛性 就是讲我们的 佛性如来藏 所以 法华学义里面讲 正因佛性 本来就不生不灭 可是呢 你的正因佛性 怎么样开显出来 就是从听闻佛法 开始了因佛性 慢慢开显出来 然后你做这些 跟佛教有关的动作 低头举手 然后呢 礼拜啦 等等啦 这些 就是开始修这些 福德 善行 所以他说 一切众生 无不拒此三德 所以 法华经里面讲的这些 什么一举手 一低头 然后呢 皆已成佛道啦 小孩子 基土成佛庙啦 聚三为佛塔啦 那也是皆已成佛道 就是从 原因佛性讲起 虽然他做的动作 只是你看 天人小算 就是人天佛法 只是人天的佛法 但是呢 其实就是 原因佛性的种子 开始学习佛法 了解佛法的道理 文经一句 就是了因种子 开始开展 所以 都是从三音佛性 去讲 开全显实 这个专有名词 天台中用的 不太好懂 简单的说 这些全巧方便 这些行为 看起来好像都很小 但实际上 都是让你 成佛 你的正音佛性 要开显 所必须要的 那么如果你从这边去看 原来三音佛性 我们本来都有 但是要讲 怎么要让他开显 总要有一个开头 总要有一个因人 所以他下面才会写 为山死愧 荷报出豪 你要堆积一座山 一定是从第一 第一 第一杯土 第一产土 就是开始把它堆上去 这个溃就是 一楼一楼的那个土 的那个工具 所以呢 你要把它堆一座小山 当然要有第一 第一桶 第一桶 这一个土 然后呢 荷报就是 这棵大树要长到呢 要好几个人 合手 手牵手 合起来才能够把 抱起来 它会长那么大 也是刚开始 是小小的一棵 小树牙 所以任何事情的圆满 都是从 有一个第一步 有一个开始 所以他用这两句话 去形容 说 当你了解这个道理 即使他一刚开始 修的是人天小善 即使他刚开始 是开始了解 佛法的道理而已 文经一句而已 但是都是他的原因 佛性 他的了因佛性 开始要开展的时候 所以当你没有了解 佛的教法 都是方便 所以习方便未开 这是 佛没有讲法阿经以前 你不知道 佛的所有的教法 通通都是为了 让我们成佛 他不管讲什么经 讲什么法门 目标都是让我们众生 都能够成佛 所以他所讲的方法 都是一佛圣 都是成佛之道 没有讲法阿经以前 不知道这样 叫做方便未开 所以 不知道佛的真实用意在这里 你就不了解真实教法 所以就把那些人天小善 或者是呢 只是读经典 就当成是 有漏的夜音 有漏的福音 然后感到有漏的福果 全部落在有漏 可是整部法阿经讲完之后 开拳显示 你才知道 所有佛所教的方便法门 所教我们修的这些修行 方便行 原来都是我们的了音佛性 原音佛性的慢慢的开展 透过这样的了音原因 我们就能够走向成佛之道 无上菩提 能驱阿尼多罗三百三菩提 所以这时候你所修的 即使是一合掌 一低头 几土成佛庙 聚沙为佛塔 通通都是驱向无上菩提 所必须要的 这样叫做显示之意 所有的修行 通通都教我们 是往成佛这条路上面走的 所以不要忽略了 也不过就是送个金而已 有那么殊胜吗 那么也不过就是 这个念佛而已 能够就皆已成佛道吗 而且还是散乱心 怎么可能散乱心 一称拿摩佛 皆已成佛道呢 所以那个皆已成佛道 就是从刚刚这个角度去讲 你已经走在成佛的道路上 因为你已经在 慢慢的开显你的三音佛心 如果没有读法华经 没有读华言经 你不了解这个道理 这个叫做呢 没有开权显示 方便未开 所以你不了解这些真实的教法 你所修的都落在有漏的果报 那了解了这个道理之后 所有的这些修行方便行 一举手一低头 击土成佛庙 聚沙为佛塔 即使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 通通都是呢 能驱无上菩提 必要的这一些动作 都是帮助自己能够往成佛 这条路上面走的 所以他后面就引用 金光明经旋意 再说明一次 佛叫做觉 佛性那个性就是不改 从来不会改变的 所以这样叫做佛性 那种觉悟的本性 从来不会改 既然不改 他就不会落入常无常 常无常是相对的 那不改就是绝对的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像这个矿石里面的金 土内金藏 即使天魔外道 都不可能破坏黄金的特性 用世间的这种辟语了 所以就算整个地震 火灾什么的 那个黄金的特性 是不会坏掉的 这样来形容那个性是不改 这个叫做正因佛性 也就是说我们众生 就算落到三个道 变成是地狱众生 我们的佛性还是不改 另外了因佛性 他说的就是觉智 觉悟的智慧 那也是呢 不改 非常非无常 那配合前面那个辟语 正因佛性是那个金矿 了因佛性就好像呢 你知道里面藏有黄金 如人善之金藏 这个代表什么呢 你的智慧跟那个理相应 你那个觉悟的智慧跟那个佛性的理相应 所以这个智慧也不可破坏 叫做了因佛性 那原因佛性就也是非常非无常 善根功德 你修这些种种的功德 修种种的这些善根 来帮助我们自己的觉悟的智慧 来开显我们的正因佛性 他就辟语呢 你虽然知道这个矿 矿里面藏有黄金 但是你一定要做挖掘的动作 你没有去做开垦挖掘的动作 你即使知道了又怎么样了 又不能受用 所以修原因佛性 修种种的这些法门 种种的修行的方法 就好像呢 云除草惠 绝出金藏 这时候你才真的把那个黄金挖出来 来可以来受用享用了 所以他后面用这个批语 原音佛性就是代表修行 修行的方法 法门 然后了音佛性就是在里面 你真的了解自己的佛性 透过原音了音 然后来开显我们的正因佛性 所以即使你刚开始只是合掌 低头 其实都是往这条路上慢慢前进的开始 这样叫做皆已从佛道 所以如果你看到你的家人 你的亲戚朋友经过佛寺庙的时候 他能够看到佛菩萨的形象 然后呢就做了一个动作 点个头 代表呢 对这一个佛菩萨的恭敬 你也要随喜战胆 一方面呢 你知道这个就是三因佛性的开始 二方面呢 你给他随喜战胆 等于是加强他 鼓励他 让他的更愿意来接触佛法 愿意接触三宝 所以这个都是菩萨为众生做真上缘的地方 正因为我们了解的这种三因佛性的道理 所以即使众生这么一点点的动作 跟三宝有一点点的因缘的这种接触 我们都要不断的随喜赞叹他 让他能够往这条路上更加的来进步 那么这个角度 你去了解之后 你看到行愿品里面写的 文子愿望一经于耳 怎么也有这么大的功德呢 就是他所接触的 竟然是成佛的经典法华经 而且所听到的就是成佛必定要修的 普贤十大行愿 以前根本不知道如何成佛 只是让佛很了不起 但是这本经普贤行愿品 就是教你如何修行成佛的法门 就是要修十大行愿 发这种菩提心修普贤十大行愿 所以即使他只是刚听到而已 他都种下了这个 原来成佛是要这样修 那不就是更加明显的去说明 他正是得到了了因佛性跟原因佛性的帮助 所以从这个角度 那么去理解 为什么普贤行愿品要这么强调 这个文经的功德那么殊胜 更何况他对比于我们一刚开始讲的 对比金刚波尔经来说 那又更加殊胜 这道理就在这里面 好 我们上礼拜的没有讲完的 就补充说明到这里 那接着看今天的二十三页 这个物恶显于众行德 除了前面的这个文经的功德 做较量之外 接下来要把其他的 依着行愿品来修行的功德 其他讲到的 再把它显示出来 所以所谓的重行 就是如何来依着普贤行愿品来修行的 所以第一段 己一总明法行 略说功德 其实略说就是略说功德 己二偏举一行 广显 广显功德 所以这个略说功德这边 一开始的经文 就是有人以深信心 于此大愿受辞读诵 乃至书写一事俱记 这里面下面的注解 他说这个就是总明法行 虽然经文只有写到 受辞读诵乃至书写 三个 但实际上 法行有十种 他就把它先列举出来 第一书写 第二供养 第三转师 转师就是你这边得到 然后有需要的就把它布施出去 第四个听文 就听人家读经或者是讲解 就像各位现在做的这个动作 第五个批读 批读就是 你不是只有读 稍微了解它里面的意思 然后第六受辞 前面只是了解意思 现在依教受辞 第七 你也可以开始 让人家了解这个经文里面的意思 就像墓学现在做的动作一样 然后第八奉诵 奉诵就是纯粹读诵 或者是把它背起来 背诵 然后第九 就思维里面经文的意思 也就是说 所谓的思维是什么呢 跟前面的批读 有什么不一样 思维就更加的想一想 我怎么样把所听懂的 普贤行愿品的那个经文的意思 落实在自己的生活上面 这叫做思维 我常说文思修文思修 那个思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不是想一想它的道理而已 想一想它的道理 就是跟第五不就一样的吗 只是研究研究它的道理而已 所以跟第九差别在于 你还要去思维 我怎么样把它落实下来 那你说那跟第十呢 第十真的已经把它实践出来 落实在你的行为了 前面只是想一想 我怎么样把它落实 那第十就是真的已经把它 落实下来的 他说此实法行 为受持大圣教法 入理之方便也 先解释这个实法行 然后再来解释 一事俱计 那这个我们待会再去解释 那下面的经文就说 你能够这样子来受持 华言经行愿品 有什么功德呢 就这么两段 素能灭除五千叶 乃至一切魔君叶叉 罗刺通通来远离 因此请看今天的参考讲义 这两段功德 就把它整理出来 第一段是业障整除 第二段魔鬼浅护 业障整除里面 再分两段 前面灭无间业 灭除五无间业 后面从世间病苦恼 乃至二业消除 就是第二句 灭诸障老 为什么要做这样分 因为五无间业 是要让我们会 剁无间地狱的 特别重 所以先讲最重的 然后后面 没有五无间业那么重 但是呢 所有你看 所有世间的生病心病 还有种种苦恼 乃至一切的恶业的 这一些果报 恶业全部消除 有这么殊胜 华元经呢 金中之王 所以才会强调 这么殊胜 第二段呢 魔鬼浅赋 是魔跟鬼哦 因为你看 第一句一切魔君 下面从夜叉罗叉 都算作鬼 旧盘图啦 旧盘查 有人说那是旧盘图 还是旧盘查 梵文啊 梵音 是比较接近查 旧盘查 但是呢 我们中文的佛经呢 常常呢 都会写成旧盘图 可能当时候翻译的时候 怎么样 但是我后来还是觉得 应该要念成旧盘查 而不是用旧盘图 因为旧盘查的音 跟梵音 比较近 所以不管是夜叉 罗叉 旧盘查 皮色色 不多 通通都算是鬼类 而这些呢 你看 诸恶鬼神 皆惜远离 会伤害人的 会伤害众生的恶鬼神 远离 因为你受持 读诵 行愿品 如果他本身 他也是信佛 学佛的鬼神 他就会发心 亲近守护 所以 讲一个课判呢 就 把它写成两句 出民远离 后 民守护 那守护你的话 就是因为他本身 他也是 三宝弟子 他也 互持佛法 因此看到你呢 是受持读诵 行愿品的 佛弟子 他就会发心守护 好 所以这个就是 略说功德 就分这两部分 但是首先 各位注意看那个经文 第一句 或乎有人 以身信心 常常我们只 注意到后面 于此大愿受持读诵 书写 忽略了那个重要的那一句 以身信心 来受持读诵 所以 墨学菜参考讲义里面呢 就说提醒各位 看到这个身信心 你就想到的第一院 第二院 第三院 所以 从第八页开始 我这边就是把三个地方 就摘入下来 就不必让各位这样翻前翻后 在第八页就是第一院 经文写着 以普贤行愿力固 身心信解 如对目前 也强调身心信解 第二院 以圣生圣解 现前之见 就在课本的第十页 这是第二院 第三院 就是 以普贤行愿力固 起身信解 现前之见 所以 到了这里呢 只有一句话 就代表 以身信心 受持读诵 所以 通通都要配合前面的 身心信解 圣生圣解 起身信解 现前之见 所以 一提到这个 你们就知道 要照前面那样子的了解 来受持读诵 行愿品 如果你忘记了 那个是什么意思 那你就回去 看看 看看前面的注解 或者是 听听 这个末学之前 解释过的 那一两段 那三段 那你大概 就可以回忆了起来 要如此的来 受持读诵 才真正有用 你说那你可不可以 讲得比较简单一点 二要简单 重点讲一下 那就是补充 下面这一段 金刚经里面有类似的话 若乎有人得闻世经 信心清净 则生实相 当之世人 成就第一稀有功德 所以 以生信心 就是你 信心清净 生实相 的这种 生信心 所以金刚经才会说 这样子的人 成就第一稀有功德 所以同样引用 江卫龙居士的注解 当之 说为清净 这边写的 信心清净 当他用了 清净这两个字 正因诸法不生 然则 稍有所生 便非清净心 可知 也就是说 如果你落入 有生 前面讲 一切法无生 你只要有生 有分别心 生起来 那个心就不清净 所以他说 信心清净 这种清净的信心 就是要相信什么 相信一切法的法性 本来无生 你说那既然本来无生 这边为什么又说 信心清净 就可以生实相 那不就是又有生了吗 所以他后面赶快解释 又明知曰生者 生实相 这样子的生实相 是无生而生 生即无生 千万不要落入 经文写的信心清 就生实相 生其什么叫实相 你就开始在问 真正的生实相 真正的生实相 就是无生而生 这一个生即无生 说他生 说之为生 是要强调 你这个时候的信心清净 得到清净的信心 窘托根层 性光明耀 非同死水 也就是不会被根根层 所染污 所牵制住 完全可以跳脱 可以摆脱根层的束缚 把你的心性的光明 完全开显出来 所以不是进入那种 死水 枯极的禅定而已 是活活泼泼的那种 智慧的那种光明 完全开显出来 他说这里跟前面讲的 生清净心 同一个意思 所以信心清净 生实相 跟生清净心 为什么强调清净心 就是你了解 一切法本来不生 你跟那个无生法 已经相应了 所以你看他写的 所谓的表现 所谓的清净者 是极照同时 又极尽 又同时光明照耀 不是只有极 而没有照 极就是不动 不是强调不动而已 不动还可以有 无量无边的作用 同时 这才叫做生清净心 才叫做信心清净 所以他又再说明一下 说生实相的生 是明其刚得现前 你这种清净的信心 刚刚才现前 刚刚才现前 才强调生实相 因为实相须分分现 一分一分的开始 慢慢的完全开显出来 不是一下子就圆满 所以初出得 正得这个实相 才叫做生实相 所以故说一个生字 使人家领会 得如月之初 从东方现起 刚刚才出现这样子 才用那个生实相的生 这个字 或者是呢 下面又说 明其初得转凡入圣 刚刚从凡夫的境界 变成圣人的境界 因为实相刚刚现前 便是现得一分 现一分实相 就是正一分法生 刚刚才入圣人的位置 所以马上接着经文就说 世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 因为他等于是分正佛了 他所正得的佛性跟佛一样 只是没有佛那么圆满而已 所以这样去强调叫做生实相 那为什么要引用这一段呢 就是让大家了解 什么叫做以生信心受持读诵 就是要用这种金刚经的了解 一切法本来无生 虽然无生 生即无生 无生而生 就是无助身心 你还是要用这种无所助而生其心 生其那个圣意的菩提心 来受持读诵 普贤行愿品 正因为你了解这种圣意的菩提心 带着般若空性智慧的菩提心 所以才会说 你受持读诵 这个普贤行愿品 有这么大的功德 否则我们一般人读读诵经文 都只看到自己读诵 行愿品有这么大的功德 太了不起了 赶快来读诵 结果告诉我说 可以灭无无间罪 然后病也都没有了 我念了半天 病还是没有 没有没有 还是怎么果报 也不怎么好 那到底佛是 说好听话 说好听话 只是鼓励鼓励我们 还是讲严重一点 骗骗我们的 让我们愿意来读诵 这样而已 那如果你是想到这样的话 那就麻烦了 本来对佛很有信心 对普贤行愿品很有信心 结果念了一阵子 你说我不只念一阵子 我还念了半年 念了一年 不是同样都会破坏 就像我上个礼拜有提到的 有一个师姐 她因为有病 长期都要她妈妈照顾 也就是她妈妈其实也是六七十以上了 然后她母亲也是佛教徒 然后也都是全素 然后还常要去做放生的动作 参加法会 做放生 那个师姐跟我讲 她妈妈做了放生六七年 只要有放生 她妈妈都会去参加 为什么她现在又生病了 不是说这个素食又放生 这个就可以减轻我们过去的那种杀业 恶业 就没有病吗 怎么我妈妈现在生病 而且还一定要说要去开刀 然后有的师姐知道了 就是说那有一种中药 吃了就不必开刀 是那个腿的关节那边的问题 她就来问我 第一个 为什么吃素放生那么久了 做那么多 为什么还是会生病 第二个 到底要不要去开刀 还是吃中药就好 那我先回答她后面那个 我说既然西医诊断 需要开刀会比较好 就不要延误就医 你吃那个中药 或许别人吃有效 不尽然 每一个人吃就有效 到时候呢 整个 整个这个开刀没有效 那变成行动不良 不太方便 那不是更麻烦吗 所以不如早一点 接受这个西医的这种诊治 她说那如果开刀开创了呢 那我就没话说了 这也不是没有可能 我说呢 就你问我的意见嘛 我就提供呢 还是觉得呢 是西医的治疗 比较肯定一点 那吃中药那边呢 这个我认为比较没有信心 然后第二个你说的 吃素放生 为什么还会这个 我就又习惯用那个八合的批语 只能够说 你怎么知道 这个你妈妈吃素 跟这个放生 是没有效呢 如果我们打过来说 如果不是有吃素 这几年 六七年的吃素放生 那说不定现在更严重 你怎么知道呢 他说那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他本来有那么重呢 那为什么这个吃素放生 都没有用呢 那不是都说一定会帮助自己吗 我说这个就很难说 每个人的过去的业不一样 我只能这样解释了 但是他还是觉得 他没有办法接受 那等于做这些都没有用 那我们还不要叫人家吃素 要不要叫人家放生呢 他就开始打问号了 这样子的凡夫不少 不是只有打电话来问问题的人 会这样 他本来认为说 你们佛教讲的是这样有效啊 我也照做啦 我们或者是我的亲戚朋友 有人也这样照做啦 结果没有效啊 那你现在又告诉我 读诵普贤行愿品 有这么大的功德 还可以除灭五无间业 还可以没有病 乃是这些恶业的果报 他们都没有 我就认真的读啊 读了结果呢 还是没有效啊 他就会认为 你们佛教讲的 到底是真的假的 这还比较客气的 还没有后面就完全否定掉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强调 以身信心 这句话 常常有很多人对 对这些佛法的方法 你说这样有效吗 好了 没有我试试看 我试试看 他用的是这种心态啊 想说我试试看 有没有效再说吧 所以他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信心 更不要说是深信心 更不要说我们用刚刚用那么多的经文 跟前面的做对比 让大家了解 为什么他有那么大的功德 那样子的一种圣意菩提心的深信心 所以为什么要把经文解释比较深 让大家了解 原因在这里 否则你从字面上一文解义 很容易就会产生不好的后遗症出来 或者是你就不求圣洁的 说我已经真的照着 照着依教奉行 为什么还是一样没有那么大的功效呢 就好像有人说 那一样念佛也一样 念阿弥陀佛 念观世音菩萨 普门平不是说 因你合身得度者 极限合身或是说法 然后呢 这个牵触祈求 牵触印苦海 常做度人周 念观世音菩萨就可以有很大的感应 那更不要说念阿弥陀佛 又是你软居士强调的 观世音菩萨能做到 阿弥陀佛也都能做到 我念了半天 好像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没有那么大的功效 所以这里面都跟业力有关 第二个 你的用心有关 第三个 你的知见 你的观念 对于这些修行的方法 你的了解到哪里 所以因为你的知见 会影响你的用心 你如何受持读诵 这样子的法门的用心 有了这个不同的这个用心 你产生的心力 加上呢 佛菩萨三宝的扶持力 有没有可能大过你自己 素质的业力 要从这样三方面来做了解 我们才不会产生误解 可是往往很多人 对于这种 经文里面讲的这些 这个书圣 我就一直读一直读 我只要读诵 他不是说 只要受词读诵 我就一直读一直读 那就一定要有效 就如同我刚刚 缓驳那个诗节的 那如果你没有读 说不定更惨 你不知道而已 你怎么知道没效呢 所以这很难 因此就有人 也就会比较 想要问那个 有神通的修行人 到底什么方法 对我才比较有效 是这个方法 是那个方法 你要提供我一条 比较有效的方法 认为有神通的呢 就一定比较知道 有效的方法 是没错 有宿命通 有天眼通 的确它可以减少 你走冤忘路 但是 是它真的有通吗 这是第一点 第二 它的通能够通多少呢 它所知道的宿命通 是通到全身而已呢 还是通很多身呢 还是像佛那样子的这种 无量无边节 你所有的宿命 它通通完全了解呢 所以 在这边不是说 否定大家去找 有通的这种修行人 而是不要太相信 有通的人 提供给你的方法 而是你要对三宝 要产生真实的信跟解 找到有通的修行者 作为真上源 我们不否定 人家有的真的有修行 真的有宿命通 有天眼通 我们不否定 但是呢 关键点 不是在它提供你的方法 而在于 如何你来受持 那个方法 你的知见 你的用心 就算它给你一个 比较有效的方法 也必须看你是 怎么样去受持 讲这么多就是在 意思就在这里 这时候你才能够了解说 为什么要去强调 以身信心 好 那接着下面解释 十种法型 请参考讲义 那么 圣天王般若经里面 其实也有写到 这个十种法型 所以把经文的原文 提供给各位做看 在圣天王般若经的第七卷 第十六品副主品 佛刚和南言 受持此修多罗 有十种法 何等为实 一者书写 二者供养 三者流传 四者地听 五者智读 六者意词 七者广说 八者口诵 九者思维 十者修行 这样的用词 我们一看就更容易懂 很白话 那么安然 此十种法 能受持此修多罗 那辩中辩论的第三卷 第七品里面 就提到了这里面的 文思修 三卷 也就是受持这十种法型 不外乎还是要从这文思修 这三卷 所以文所成会 去思维大乘 能令善根界得增长 你只是听闻听闻 增长你的善根 思所成会 思维大乘 能正误入所闻实义 你要透过思所成会 你才能够误入 你前面所听闻的 你没有透过思维 你不能够误入 你只是增长上根而已 可是你就算误入了 你没有照着它去实践 你不能够令所求事业成满 你必须要透过实践 修所成会 才能够让所求事业成满 那所求事业是什么 下面就写的 能趋入修至地固 你真正开始来 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一个位置 一个位置 慢慢地提升上去 那作意正行有何助办 为什么你想这个 就是十种法行 就是所谓的助办 你修正行 你需要有助行 此助办因之及十种法行 助行就十种法行 论曰因之如是 作意正行 由十种法行之所设受 那什么叫十种法行呢 就是书写供养 师他听批读受词 正开眼奉诵及思维 这是祭诵 五个字五个字 一句的祭诵 下面就长寒文解释 这十法行 一书写 二供养 三师他 布施给众生 第四 若他读诵 专心地听 别人读诵 你专心听 也可以 第五个是自己读 批读就是自己读 第六是受词 第七是为他开眼文艺 第八呢 奉诵 强调的 你不但自己读 还背起来 背诵 第八是背诵 第九思维 第十休息 那下面呢 中密大师 在别形书抄里面 透过这一段大段文字 讲什么 同样的是受词读诵 依教奉行 分层次的 你看 他引用 显手大师的著作里面 假设一个问答 众生修行 修行 唯要受词圣教也 唯要舍教也 讲众生有十类 第一类 有众生无事 就没有知识啊 没有认识 玄舍圣言 完全不学佛的这些语言文字 诗字于心 完全认为自己想的就对 诗就是做老师啊 跟谁学啊 跟自己的愚痴的心学 完全随着自己的心 甚至外面是随着邪有 唯教修行 巧味狂惑 这个就是没有用佛法的圣教 恶人 第二个呢 是好一点 他也是违背圣教 但是他认为 哎呀 不用受伤过意啦 不用打经啦 我心好就好啊 心好就好 你看 以直直心 未为出药 勤修苦恨 尽无所益 他说这个 修行就是修心啊 但是他不知道 什么叫修心 他就自认为 我心好就好了 我正直啦 然后我不要欺骗人啊 不要做坏事啊 这样就好了 所以以上这两种人 拒舍圣教 不依义礼 不读佛经的 不去了解佛法的 第三个 开始读佛经 了解佛法了 但是 为宋圣言 不解意义 只是读经 不了解你们的意思 你说有吗 有这样吗 有啊 我常举例不是说 你看 也在读金刚经 然后听人 也在读地藏经 然后听人家说 地藏经不可以在家里 尤其不可以晚上读 在家里读金刚经 这样会怎样怎样怎样 这种人不就是 一面读地藏经 一面读地藏经 一面呢 就否定地藏经的功德 奇怪了 地藏经里面 写得那么清楚 有这部经在 有各种功德 包括这些土地鬼神 通通都会护卫这个地方 那么清楚的经文 结果读完以后 还说晚上在家里 不可以读地藏经 奇怪了 他只相信那些 在电视上面的人的讲法 所以你看 不解意义 依旁圣教 甚至还更严重 读佛经是求名求利 违背自己所读诵的这个经典 他说这个也叫恶人 这是第三类的人 再来第四类 翻过来 有读经文了 为足文具 不知义理 读了半天了 不知道经文里面的意思 但以执心读诵 就是一个字一个字 把它念完 没有念错 虽无巧味 义无所义 没有前面那个用错心 然后也不用的是真心 但是没有帮助 他只是读经而已 他不了解经文里面的意思 所以第三第四类 这两个 没有舍教 他是依着佛经 但不得意理 以上这四类 都不可以依 第五类 读诵圣言 然后分知解形 多读文具 少有修行 有时候都认为 我们是不是属于这一类 读佛经 分知解形 你说什么叫分知解形 你看下面 片知 一个分知 一个片知 一知半解 会读 多读文具 读是读 一知半解 没有依据经文修行 少有修行 第五类 第六类 广寻圣教 片知解形 完全了解经文 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 因此呢 他意义不依语 见略圣言 就是这个意思 意义不依语 他可能不会背诵经文 但是他知道经文里面 如何教我们修行 因此取义专修 有人会被 甚至我以前举例过 有人会被嫩眼睛 会被嫩眼睛 那又怎样呢 他也不会依照嫩眼睛来修行 整部嫩眼睛 会背 但是我没听他背过 我是听人家这样说他 他自己也承认 会背嫩眼睛 那又怎样呢 好像他从嫩眼睛 得到的益处也不大 所以这个就是 比起第六者差很多 第六者呢 他不会背 但是他知道修行 第七 不但知道修行 受辞得意 为在修行 不互寻言 好像他就可以 不需要去背诵那个经文 但是他所做所为 所修的 完全跟经文 所教我们的方法 完全一样 叫做受辞得意 第八个 寻教得子 知一切法 无不称性 事故于教义不带舍 意思就是呢 不但呢 完全依照经文的修行 而且还可以以此类推 一切法通通都是呢 跟真如本性相应 所以那个教法 余教也不需要 也不需要故意去舍他 不需要完全放掉这些经文 他不是故意要放掉 但是他所做所为都跟经文相应 所以你看他讲的 言教称性 约教修行 他能够完全称性 然后呢 也能够依着经文下去修行 这已经很高明了 第九个更高明 常词称性之教 不舍不着 经文对他而言 他等于都称性 所以他等于常词那个经文 不舍 但是他也不着 横观绝缘之理 语言文字都是在讲那个理 结果他现在常常都能够 观到那个 离文字相的那个理 诀言的理 不弃不治 所以你说他有舍教吗 没舍教 虽然没舍教 但他也不着教 他能够观理 也不会呢 死守在那个空性的理而已 叫做不弃不治 治就是停留在那边 所以以上五门 也就是说 五六七八九 从第五开始 犹未就近 虽然一个比一个高明 但是到第九还没有就近 第十 寻教得识 理教无碍 常观理而不爱教 常词教而不爱理 那个叫做语言文字 经文 受识的经文 不爱理 观理不爱教 所以后面用一个形容词 理教俱荣 何为一观 这个才是真正的 异教奉行的人 最究竟的就这个 所以从第五开始 慢慢逐次逐次的功夫 境界就越来越高 他透过这样的对比 让我们了解 什么叫做受词 经教 所以 此上十门 前四门 全部可一 次五门 五六七八九 从前置身 谁跟误入 然而这些呢 次第啊 只是格凡成圣的方便 还没有就近 只有第十门 才是究竟 所以 这个是透过这个十个层次 让我们了解 下面这一段更重要了 受词大圣经 从五方面来讲 也就是说 你以前从来没看过 原来所谓的受词 可以从这几个角度去了解 第一个 明其文 经文 要了解 再分五段 善之分断起尽 前后相组 次第联合 全子圆满 无真无减 这边 直接这样看 这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每一句都代表 一个层次 但是呢 我想说呢 可能这样 大家看 还不是很懂 我用比较白话 让你了解 透过这个科判 透过科判之后 全盘了解 经文 意理的组织结构 所以 第一句 善之分段起尽 就是透过科判 怎么分段 从这一句 到哪一句 是这么一段 然后呢 上面的大科 下面的小之分 前后的经文 怎么样相连贯 还有呢 这个 里面的次第 怎么联合 然后整个宗旨 大的宗旨 大段的 小段的 最后你才能够 完全圆满 然后怎么样 落实到你的行结 相应这边 这样叫做 无真无减 不多也不少 所以 你看我们 真的要受持 这些经典 第一个 就要先了解 经文的意思 就要做这些功夫 第二个 解其事 经文里面 在讲的哪些 在哪里讲 佛在哪里讲的 说处 是谁讲的 说主 还对谁讲的 徒众就是 当机众是谁 然后 这个 是怎么发起的 为什么会有 这一部经 请疑 那种疑鬼 然后 佛所说的 原因的 内容是什么 从事项上 从分这五段 说处 说主 然后 教学的对象 还有 发起的 因缘 然后内容 说的是什么 事项上面 就说 叫解其事 第三个 答其意 一样分五个 略标 刚要 大概呢 每一段 大意 你先要了解 如果可以 你自己要去 做分段 那我们从前 没那么厉害 所以为什么 我们要看 主师大的注解 就是这里 我们要了解 他是怎么分段的 从他的分段 就可以了解 他怎么注解 这一部经的 然后 再来 广事除疑 里面有疑惑的 你要去看注解 要去了解 让自己在这里面 不要有疑惑 第三个 辟欲令结 你要看得懂 佛在里面 做的种种的辟欲 是要让我们了解 里面的什么意思 第四个 引事正成 佛引用的这些典故 或者是事迹 要去证明什么道理 譬如说 佛在金刚经里面 引了忍辱先人 结结之解的时候 等于 他怎么成就忍辱波罗蜜 的 他引这个 是要去说明这个 或者是用 静中像 水中月 空中花 这些辟欲 是要让我们了解 什么道理的 所以这个就是 辟欲令结 引事正成 然后 举意劝修 就是 受词读诵这本经 有什么功德利益 透过这样的 刘通芬的 功德利益的了解 更增加我们 对这部经 对这个法门的信心 所以达其义 一样有着分五段 第四个 得其义 就是你透过前面的文 然后呢 再来义 里面所了解的这些诗 文 明其文 解其诗 达其义 最后呢 你要能够 在这里面发心 要能够观真理 要能够用来 服烦恼 乃至能够发起 慈悲心 度众生 以此类推 广修六度万恨 这才叫做受持大圣经典 这部经里面 怎么教你发菩提心 怎么教你观真如 怎么样用方法来 服烦恼 等等的这五方面 你掌描 你掌描这几个角度去看 这本经是怎么教的 叫我们怎么样去做到这五点 第五个 顺其行 一样文 五种 第一 于前四门 法行 在生 在心 未成 暂 习 这样叫做受持这本经 里面的文 事 意 意 你都 念念 念之在之 未成 暂时 都是 都信号 都黑 所以为什么 净空老和尚 当时候会教我们 这些年轻 想要学佛的在家人 出家人也好 要上台 学习奖金 就能够达成这个 这个目标 你为了要去了解他 乃至要上台去讲解 你自己啊 要花很大的功夫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刚开始学习 要讲那个普门品 要写 自己写讲稿 那个六百字的那种 格子的 那种讲稿 你要讲 一个半小时 大概要写十章 自己写讲稿 刚开始 然后你说那怎么学 那就是一方面 还要听老和尚的录音带 然后看注解 然后把老和尚的讲解 就改写成自己的 自己习惯的这种用词 然后上台 原则上大概就是念稿子 怕讲错 怕讲错 要先用稿子这样写下来 看看自己有没有写错 没写错 上台读稿 所以那时候老和尚教这些老菩萨 你们将来还要听 有没有这个年轻的法师出来红法 你们就要牺牲自己 来做那一个 这个影响众 你坐下面听他讲 也就是说 坐下面的人懂得都比台上讲的人多 懂得多 但是你要耐心 要为了培养后面的法师 所以你宁可在下面听 然后看看他有没有讲错 随时指挣指挣他 指挣他 是这样上来的 所以我讲了好几年都写讲稿 后来慢慢熟悉以后 本来要写个十几章 写个九章十章 慢慢缩减到剩下差不多四五章 写重点 就该写重点 之后就再过着一阵子 就不用写三四章四五章 就该写纲要 就跟雪如老人施工 用那种表解的方式 开始用纲要 再进一步就写在那个经书上面 把那个重点就写在经书上面 不过这里面我发现 我自己这样学习 OK 可是底下的人慢慢的发现 我所引用的东西 他们没有文字可以看 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也就是说我经文可能不是那么复杂 我讲的东西呢 有很多是解释的东西 那就要copy copy出来给底下的人听 听的人参考 那时候哪有这么方便 电脑哪有这么方便 要么去从那个佛学字典 用影印机影印下来剪贴 或者是从哪一本书 哪一个法师的注解 引用下来的 一样copy剪贴 然后贴贴贴贴完之后 再把它印成这样一张一张的讲义 所以刚开始提供的讲义 都是我剪贴来的讲义 不像现在 电脑这么方便 抓下来弄一弄 又这么好看 整整齐齐的 所以慢慢的慢慢的 你就发现 你为了要上台讲一个半小时 当时候为了要讲一个半小时 那时候还有在外面上班 每天下班之后就要准备这个东西 一个礼拜下来才能够准备 一个半小时讲那么一堂 可是你想想看 除了上班要处理上班的事 其他的时间你心心念念都挂在这上头 都跟经文教理要相应 所以这边你看他就写的 再生再心未成暂喜 这个才叫做你知道后面 怎么去受持他 第二个 礼前四门已起圣心 透过这四门 你就能够起苏圣心 什么意思 第一个 第一个 明其文 对这个文教起南昭欲想 我何其有幸 我能够接触到这样子的经文 第二个 解其事 这个事项起尊重心 念佛难逢 商己伯佑 自己福报很差 以前都没学过 现在才碰到 第三个 答其意 于前意里起爱要心 你才发现 以前都不知道经文里面 有这么深的道理 没有看法师的注解 没有听师父的讲解 都不知道原来有这么深的道理 第四个 于前意子 就是得其意 第四个 悲喜交集 原来我们这样 要发心 要观 修行 观礼 然后扶烦恼 等等 所以 透过前面四门 你就能够起南昭想 起尊重心 然后起爱要心 等等 第三段 受持正法 于前文教 书写流通 图画形象 表佛法会 戳略意志 取识行人 这是你 你慢慢的就把这一些 所受持的经文 你就能够做其他的这种方式 表达出来 叫做取识行人 就是用各种方便 围曲婉转的来告诉别人 第四个 自行增长 你自己修行就慢慢增长 清静三知识 系列思维 第五个 诚无爱行 你慢慢的就能够像前面的 第八 第九 第十 那种十种 里面的八九十 得子忘全 不可守 忘全 犹教 不可舍 所以 不会执着在经文 但也没有说放弃经教 所以 事故于教 生 无守 无舍行 不会执着在那边 但是也不会放掉他 以上 这个就是 忠密大师 把我们整理出来 怎么样受持大识经典 大圣经典 就这五个 明其一文 解其是 答其意 得其意 顺其行 好 第一堂课 我们先到这里 休息十五分钟 我们第二堂课来开始 那么 请看到 课本的二十三页 倒数 第八行 这边 开始解释 经文的 这个 一事 句 他说 八字为巨 四巨为巨 取其最少 不过 一事 巨也 又显意团圆 募之为巨 一意 巨足 叫做 一事 巨也 后面 这两句话 一看就懂 也就是说 透过四句 记 你就能够把 这个意思 表达 圆满 巨足 所以这样 叫做 一事 巨 记 前面两句 显意团圆 就叫做 句 每一句 里面 能够显出 一个很圆满的 这个意思 就叫做 句 然后 透过四句 记 就能够把 整个 意思 表达 非常圆满 那可以说 一事巨记 代表 最少的 这个一首 记诵 叫做 取其最少 不过一事 巨记 并不是代表 说只要 四句就好了 那比较难懂 的是 为什么是 八字为句 后面的经文 也没有八字 你看后面的 记诵 你看那个 这个 二十七页 这边 开始讲 记诵 二十七页 这边 你看 所有十方 世界中 三是一切 人诗子 每一句 都只有七个字 那为什么 你要写八字为句 甚至有的 记诵 我们在其他的经典 看到也有三个字 也有四个字 五个字 为什么这边 一定要写八字为句 所以 如果你没有仔细看 你想说 四句记 我都懂 就是每一首 记诵 都有四句 但是这个八字为句 请参考今天的讲义 原来有一个专有名词 叫做 首儒家 印度计算经论的单位 所以经论里面 不论长行或计送 不管是长行或计送 只要满三十二字 为一节 一计 就叫做一首儒家 原来是这种算法 所以通常讲说 这部华严经有多少 八万四千记 什么的 原来都是 每一记 用三十二个字去算 是这样叫做 标准的这个记 所以 人亡护国 般若经书里面 解释 菩萨教化品第三 四句为记 然后呢 句呢 也有三个字 四个字 五个字 七个字的差别 但是呢 梵天就是印度那边 以三十二字为首儒纪 就是以八字为句 以这个为做标准 原来是根据这边 首儒家 首儒纪这样来算的 阿比达摩大毕婆桑论的十四卷 也这样写 此诵 楚宗 不长不短 八字为句 三十二字为诵 所以一个记诵 就是三十二个字 是这样子来算法的 那诸经论诵 多一词法 即书写数 一一词法 又从六字 乃至二十六字 皆得为句 少到呢 是六字 甚至刚刚讲的 三个字也可以的 但是呢 他这边呢 大毕婆桑能告诉我们 最少要六个字 六个字为一句的 叫做初句 最长一句 可以到二十六个字 这样叫做后句 那如果少六个字的 叫做短句 超过二十六个字 一句超过二十六个字 叫做长句 还给他另外的专有名词 就对了 所以可见 有没有少过六个字的 可以啊 那有没有多过二十六个字 也可以啊 但是呢 基本上呢 最好不要 不要超过二十六个字 或者是少于六个字 这是大毕婆桑论的讲法 好 请看到参考讲义第三页 金刚先论里面呢 就特别讲到 讲一事句记呢 不去讲记或者是长行 没有特别 当当里面 金刚经里面讲说 你受持一事句记 并不是说 一定要受持记诵 没有说 一定要受持记诵 但是表法身理主者 以为一事句句 不一定限制是长行文 或者记诵 只要能够很具足的表达 这种法身道理 这种法身 法性 这个道理很清楚就在里头 这样就叫做一事句句 不取说因缘事等经文 不一定要是里面有什么因缘 什么事句诵等等 所以金刚波罗书论转耀 也这样说 诗句则 但于诗记 全意就尽 就叫做诗句记 例如 凡所尔相皆是虚妄 若见诸相飞相 极见如来 在金刚经里面呢 就是以这样子的 这个祭诵 虽然只有两句 凡所尔相皆是虚妄 你也可以说它叫做诗句记 若见诸相飞相 极见如来 你也可以说它叫做诗句记 因为它权益就尽了 这样子 所以课本这边呢 就是用标准的算法 要八字为一句 一首寄送有三十二个字 这样子 这个就叫做八字为句 那其他的讲法 课本的讲法 就跟金刚先论讲的 还有金刚波罗书论转耀 一样的 好 再回来看经文 接着呢就讲 受持虎贤行愿品的功德 能够灭五无间业 然后呢 除掉这些身心病苦恼 还有一些恶业都能消除 那二十三页 课本二十三页的导数第四行 特别去解释 五无间业是什么 就是五逆罪 杀父杀母出佛生血 杀阿罗汉破何何生 这五个随便犯一个 都得五逆罪 要下五无间地狱 都阿卑地狱 时间呢一终结 受苦无间 所以这个是标准的 五逆罪的说法 就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 出佛生血破何何生 如果有一本地藏经的译本 叫做法登 法登翻译 不是十叉烂图 法登翻译的地藏经 特别的把那个五逆罪呢 给人家改了 还有呢 这个护诸童子陀罗尼经 也是把这个五逆罪 给人家改了 都不对 尤其是护诸童子陀罗尼经 特别讲五逆罪 其中有一条堕胎 所以很多曾经呢 不得已要做过 堕胎动作的 这些护女们呢 这个女众 女众佛教徒呢 一看到这个 很害怕 就感觉 这个罪这么重 五逆罪啊 从来没有一本经 除了护诸童子陀罗尼经 从来没有一本经 讲五逆罪 有包括到堕胎这个动作的 所以千万不要受 这本经 你说他这本经是伪经嘛 大正帐里面 把他放在 仪为部里面 也就是他不是完全 否定他不是佛经 放在 怀疑他是 是真的佛经 还是假的佛经 所以呢 墨学一 只要有机会 讲到这个呢 都说我们基金会呢 绝对不会流通这一本 并不说 他一定不是佛经 我们不流通 而是他以为 而且对于这个 强调那个阴灵 要去做法会 要去超度阴灵的 就会说 你看佛经里面特别讲 这个是五逆罪哦 所以你要不要赶快超度呢 就要吓人家 没有错 堕胎是恶业 是杀业 不好的 很重的恶业 但是没有 严重到变成五逆罪 那你曾经做过这样子 伤害其他众生 跟你有缘 这么亲密的众生的命 你要不要 为他超度 需要 当然需要 我不是否定要去做这样超度的动作 而我们所不希望的就是 引用这样一本经来证明它叫做五逆罪 然后呢叫人家生起恐惧害怕的心 要去做法会等等的这个 这样是不好 不对的 所以特别要提一下 那五逆罪 五无间业 为什么叫做五无间业 请参考讲义这边 因为他会赶得五间地狱 那五 五间地狱 五个五间 他下面就写了 你看 五无间业这边五逆罪 前面四个是生业 后面一个是口业 哪一个 破合合生 撒护撒母撒罗汉出佛生血 都是透过生业去造作的 破合合生 只要口业就会造作 所以这很可怕 造词五罪 必度无间地狱受苦 所以叫做五无间罪 五无间业 然后撒护撒母是违逆恩田 因为都对我们很大的恩 其他三种是背逆福田 都是逆恩田 逆福田 称为五逆罪 那为什么叫做无间业呢 据者论里面 在十七卷 说造此业的不特杰罗 友情 这一生结束之后 命中 一定堕地狱 不会到别的地方去 不会有间隔 所以叫做无间业 造这五个其中的一个 死后一定无间堕地狱 不会有间隔 什么叫做没有间隔 不需要经过中阴森 因为业太重了 没有经过中阴森 直接就到地狱 大圣义章里面 从四个方面来讲 这个无间 第一个 屈果无间 此业舍此生 此生 此生 此受果 终无间隔之夜 刚刚据者论强调的是这个 屈果无间 马上就到地狱去 不需要经过中阴森 第二个 一去到那边 受苦无间 在那个无间地狱的果报 一节之间 苦苦相续 没有间断 所以是从那个受果报那边 叫做无间地狱 第三个 受命无间 不会死 不像等活地狱 第一层 八大地狱的第一层 等活地狱 他太苦了会死掉 死掉就进入 无意识状态 然后凉风一吹 又活过来 所以会有那个 暂时不受苦的阶段 实际上是 他在等活地狱受的苦 他太痛苦了 苦到死掉 可是呢 等凉风吹才活过来 这中间呢 他不用受苦 所以等活地狱 起码还有不受苦的时候 无间地狱 不会死 一直都在受苦 如果你要说他是无量寿 是没有无量寿 他是只有一中节 课本讲的一中节 但是中间不会死 一直都在受苦 第四个 身行无间 起果之身行 遍满欲中 不管地狱里面 什么样的刑罚 等于你每一个身体 都在受不同的刑罚 这样叫做遍满欲中 所以大圣一章 只是举四个 翻译明义集 举出五个 第一个去果无间一样 第二个受苦无间一样 第三个 食无间 一定 一个节 课本写是一个中节 这边写一个节 没有写是小节 大节 中节 但是呢 一般就讲是中节 第四个 命无间 你到无间地狱 不会死 一直都在受苦 第五个行无间 就是阿鼻之相 众广八万有群 一个人也满 多人也满 所以那个地狱里面的 所有的苦行 你几乎都一直在受 不会停止 地藏菩萨本愿经 也写着 五四夜感 叫无间 第一个 时间没有间断 历劫受罪 无时间歇 第二个 行无间 众广八万有群 一切有情 于众送苦 身行也广 八万有群 遍满此欲 一人满 多人也满 没有间隙 第三个 受苦无间 刚刚说的 剑树刀山 醉气插棒 追魔 聚草 草 错砍 祸汤等 备受诸苦 无有休息 换不同的刑法 从来不会让你休息的 第四个 屈果无间 就刚刚说的 一死了 马上下去 第五个 命无间 这个他讲的 命无间才是 不是 去果无间 就是去那边 不需要忠过忠因生 那命无间 第五个 堕此欲 从出了死 至百千万劫 一日一夜 万死万生 求一年间 站住不得 除非夜境方得受生 这个说法 比较不是那么明确 应该是说 像前面讲的 你不会死 就一直都在受 会让你感觉好像万死万生 好像死一万遍一样 实际上就是你不会死 以上这个就是无间业 所说的果报 下面据舍论带说另外一种 类似五逆罪 类似五无间业 所以就写着这个 与五逆同类的五无间同类业 不是五逆罪 但是跟他同类 第一个 乌母及吴玄尼 做邪淫 结果对象是自己的母亲 或者是阿罗汉的比丘尼 吴玄就是阿罗汉 第二个 杀镇定剧的菩萨 你说什么是镇定剧的菩萨 起码是出注以上的菩萨 你说那我要 我怎么会杀出注以上的菩萨 他额头上面又没有贴着 我是出注 所以你杀了 结果人家是正出注 那你就麻烦了 第三个 杀有学圣者 出果二果三果 叫做有学圣者 第四个 夺生和和缘 什么意思 前面破和和生 本来人家那个是和和生团 四个人五个人的生团 很和和的一个生团 你透过口业去离间 去分发人家 让人家因此 和和的生团就破掉 那个是破和和生 那个是五逆罪 现在夺生和和缘 人家本来要和和 组成一个生团 你把那个人家 组成一个和和生团的缘 给破坏掉 也就是说 他还不是和和生 本来可以 然后你就想办法 让他们不要成为一个和和生团 第五个 破坏佛塔 相当于出佛生学 只是没有出佛生学那么严重 比较轻的 类似像出佛生学这样子 所以他为什么说 一二三四五 这五个是类似五无间 也都是那个五无间的 另类很相似的 像第一个 相当于杀母亲 只是不是把母亲杀掉 所以类似杀母 第二个 类似杀父 第三个 类似杀阿罗汉 第四个 类似破和和生 第五个 类似出佛生学 所以他们就解释这个 罪同杀母 然后菩萨恩生如父 所以你杀定 注定菩萨 罪同杀父 有学无学都是圣福田 杀罪同杀阿罗汉 夺生和缘 死生离善 故罪同破和和生 诸然进佛塔 像进佛 所以你破坏佛塔 类似像诸佛生学 所以 会找在金光明 最圣王金书 他说 依着 萨泽尼浅子 经 记载 大圣之五逆 另外一个 大圣五逆 破坏塔式 焚烧金像 道用三宝财物 教人做 见他人做 心生欢喜 见作随喜 你说 这可怕 有一个焚烧金像 所以 那个佛金破旧了 佛像呢 已经破旧了 怎么处理呢 这个处理会不会 就变成是焚烧金像 这个很可怕 好 因此呢 这麻烦来的 这个 是你用恶心 故意要去破坏 塔式 焚烧金像 我们去处理那些 破旧 不堪使用的金像 不是故意 是不得已 常常有人打电话 来问说 那这样怎么处理 我说那一张佛像 你送人送得出去吗 不行啊 我都不想要了 我都 没有人 现在要佛像 这么容易 谁愿意还会接受 你这个破旧的像呢 你说那好 那你 你不处理 你交给谁处理 你不敢造恶业 你就叫人家送给别人去造恶业吗 你不敢处理 你留下来变成你的遗物 你都死了 你都往生了 你的子孙要帮你处理 你不敢做恶业 你留着你的子孙做吗 所以不要想错了 讲这个是说 你用恶心 现在我们是不得已 这个东西必须要太旧换心 必须要处理掉 那这时候你用恭敬心 你用烧的 只有一张你就用烧的 如果这个一本书 厚厚的你怎么去烧呢 你就把它当成这个资源回收 那如果要进资源回收 你那一个封皮 如果是精装的 你要拆掉 因为那个封皮 有很多那种塑胶类的东西 是没有办法做纸类回收的 所以你宁可就把那个封皮 先拆掉另外处理 然后里面是纸张的经文 让你下去处理 不过你要做这个动作之前 你确定这本书 你完全不用了 如果你稍微修补 还可以利用 还可以用 你又何必一定要把它处理掉呢 那比较麻烦的就是说 我到生前我都有在利用 可是我往生了以后 我家里留那么多 怎么办 所以呢 如果我们真的要往生 你的子孙是不信佛的 他面对你这个收藏的 一整个书房的经书 你不要留下这个困难题 给他们处理 你要往生之前 自己先好好的处理完 你说那可不可以送来 你们佛陀教育基金会抱歉 如果是我们自己佛陀教育基金会硬的 然后你的书看起来还有七八成心 也就是说你送来给我们 我们还可以转送的出去 我们会处理接受 如果已经很旧 甚至有破了 就算是我们基金会送人 人家也不愿意收 你不要造成我们的困扰 因为你硬是送给我们来处理 我们也是像刚刚讲的 我们也不可能去烧 我们也只能够做资源回收的处理 所以你不要说你害怕不敢处理 就把这个 你害怕造恶业的动作 叫别人去做 就交给佛陀教育基金会 比较慈悲去做 你不要害怕好不好 我们也是怀着不得已 甚至有人知道我们上班时间 送来就会被拒绝掉 都利用那个假日 没人在的时候 就自己包一箱两箱 就放在我们门口 所以我们同事常常很困扰 每次礼拜一来看到门口 又一箱两箱 甚至好几箱伤透脑筋了 一定要先花时间去把它做分类 你知道吗 可以利用的赶快再把它保留下来 不能利用的真的要处理 再把它分开这样子 所以你们要搬家 或者是你觉得你时间快到要往生了 你要先赶快处理 不要老是把这些问题丢给这些佛教团体 甚至有人说 那某某法师某某事物说 这个不能处理 否则会造很多的罪 那你就说那好 那法师慈悲 既然我不能处理 那法师我怎么办 师父我怎么办 是不是法师慈悲 你帮我处理 你强调不能处理 那我怎么怎么办呢 我已经本来就收那么多了 那你叫我怎么办 那法师你说不能处理 那你一定有更恰当的方法 帮我处理这个 那你慈悲慈悲 我看看如果这个法师敢这样公开讲 他一定要去租一大仓库 而且恐怕那个仓库很快就满 所以我们真的是 怀着不得已的心态去处理这些 不是用恶心 要不然你就是不要收那么多禁书 每次到基金会来看 这本人也好那本也好 回家有没有真的读呢 你说我要有读啊 我才不相信你两个月就可以把 补钱行验品别行书刀看完 每一本经论你好好研究 起码都要今年累月 好好读诵授词 要去解他里面的义离 那你说那我现在 已经有那么多了怎么办 怎么办呢 想办法可以送得出去的赶快结缘 所以如果有人像你要某某经书 你手上有的你很久没有在看的 他一要很欢喜 感谢感谢 我一定送你 想办法从书柜里面要找出来 有没有他要的赶快送出去 不要吝啬法宝 好 下面就以此类推 第二个 毁谤生文辟知佛法及大圣法 言非圣教 那也是大圣舞尼罪之一 第三个 逼令沙门还俗或断其命 第四个犯小圣舞尼之一 小圣舞尼就是上面讲的那个 杀父杀母那个 第五个 谤一切 谤无一切善恶业报 常行实不善业 不畏后事果报 或制作或教说他人行 十恶业 这个以上这个就是大圣舞尼 也叫做父舞尼五根本宗罪 这是补充说明给各位了解 再翻过来 参考讲义的 刚刚讲的无间地狱 寿命是一终结 RBT寿命是一终结 这个一终结 不是用人间的算法 所以下面提供的资料 就是让你了解 是怎么算出来的 据舍论里面 他先从四大天王 他们的寿命都是五百岁 可是你知道 四大天王的一天 相当于人间五十年 他们的一年 一样用三百六十天去算 所以他们的一天 是人间的五十年 你再去乘以三百六十天 就是他们的一年 再乘以他有五百岁 这个是四大天王的寿命 五百岁 整个五百岁的 四大天王寿命 等于等活地狱的 一天一夜 八大地狱的第一层 然后等活地狱的寿命 也是五百岁 可是他的一天 相当于四大天王的五百岁 四大天王的一天 相当于人间五十年 是这样呈出来的 以此类推 第一层地狱 等活地狱是五百岁 第二层地狱 黑神地狱就是一千岁 那一千岁是怎么算的 就是刀立天的一千岁 等于黑神地狱的一天一夜 是这样算法 那刀立天的一天 是人间的多少 一百年 人间的一百年 乘以三百六十 是刀立天的一年 然后刀立天的寿命 有一千岁 然后刀立天的一千岁 是等于第二层地狱 黑神地狱的一天一夜 这样子 类似这样算下来 他化自在天的寿命 是一万六千岁 相当于第六层地狱 炎热地狱的一周一夜 所以笔授如斯一万六千岁 第六层的地狱 炎热地狱也是一万六千岁 是他们自己的一万六千岁 然后再来 第七层 极热地狱 寿命是半终结 那你就可以知道 这边的终结 不是我们人间的终结 是他们 等于在一万六千年 再乘以二 再乘上去这样就对了 所以第八层 无间地狱是一终结 是他们的岁数的一终结 你就可以知道 那个结束多久 所以如果我们掉到无间地狱去 什么时候才会出来 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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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是人死了就 就再生 生到无间地狱 要时间那么久 受苦那么久 你才出得来 而且照嫩言经的讲法 无间地狱受完 地狱的果报受完 不是马上可以回来做人 照嫩言经的讲法 地狱的果报受完 再来受鬼道的众生 的寿命 鬼道的果报受完 再受畜生到 畜生到的果报受完 才有可能再有可能再来做人 这样也都是一生一生 也都是有生有死 你以为那么容易 就能够回来修行 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这个要想清楚 没有佛力的加持 我们过去造的什么业 会剁哪一道 现在不敢确定 不要说是过去的业 这一生造的业 会感得哪里的果报 都还很难讲 所以没有靠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 我们不再六道轮回 要去哪里 而且善恶道都很有可能性 好 再来解释魔君的魔 这个魔就是一般讲的 八道人学经里面讲的 四魔 所以他这边 参考讲一写的 别心书他讲 魔叫做杀者 不过他是杀什么 杀修行人的智慧命 所以是生死的根本 四种 烦恼魔 天魔 五蕴魔 死魔 有烦恼就会杀 杀害我们的智慧 所以会让我们落入 生死轮回的因 天魔是生死源 天魔就是外面的天子魔 一般我们讲的天魔就这个 第五个 五蕴魔就是 嫩眼睛讲的五蕴区域 第四个死魔 就是死了也会让我们修行 造成很大的障碍 甚至你这一生就算修得很好 这生死了 下一生再出来 要重新再修行 恐怕 各位自己想想 你们这一生是什么时候开始才学佛的 像末学还好 18岁到了台大 再参加佛学社 开始又慢慢的接触 我中间 如果我前世是真的是修行人的话 我中间不知道中阴生经过多久 再起码只是延误18年 我又开始学佛了 如果在座的各位 你们是延误了四五十年 从四五十岁才开始学 那你下辈子还要延误多久 你确定吗 你确定下辈子一出生就可以学佛吗 还是你今生又因为有一点学佛 所以你下辈子是生长在户贵家庭 很好的国报 根本就忘记学佛 也有可能的 或者是因为这一生呢 多多少少少的读了佛经 下辈子做很有学问的学者 搞的就是世间的学问 又忘记学佛了 那如果你又有影响力 你做明星 电视电影明星 你做政治人物 你想想看 你那一生你下辈子造的业 那比这一生又大很多 因为你影响力变大 但又没有学佛 影响力又变大 造的业又变大 所以常常讲的所谓的三世愿就是这样 第一生修佛 第二生享佛 第三生堕落 这一生就是你学佛修行 修佛 下辈子就会福报很好 享福报的时候就同时又造业 业又很大 因为你影响力大 下辈子就往下剁得更严重 一样一生一生 没完没了 想清楚 没有福利加持 我们靠这么一点点修行 能记得了什么事 连正出国须陀环 如果不是根气很利 都要天上人间七番生死 我们不要说出国须陀环 连释迦行都没份 我们靠这么一点点修佛的力能干嘛 所以如果没有求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 赶快往生到极乐世界 去那边才能够好好修行 想清楚 一定要想清楚 好 接着下来 所以你看经文就不多说了 你看23页 最后两行 这些磨君 叶叉罗叉等等的 如果他不学佛 他就远离 因为他不敢靠近你 如果他也是学佛的是护法神 他就会发心清净守护 好 翻回来24页 以上略说功德 他就稍微解释一下这些名词 磨呢 就是磨罗沙泽 沙修行人智慧命故 所以磨君就是呢 天魔带领的这些磨子磨民 天魔 然后叶叉呢 就是猛结鬼 罗叉是死血肉的鬼 旧盘徒呢 旧盘查是手工神 那么皮色蛇是淡精气的鬼 专门吸人家精气的 不多呢 就是身体很大肢 大神鬼 所以大概呢 讲一下这一个名词的意思 这样而已 以上这个是略说功德 用死法行来略说功德 下面第四行 说偏举一行来广显功德 所以广显功德就分三段 广显呢 无果 也就是说呢 用独送普贤行愿品 就可以有无种果 第二个呢 可以往生到净土 第二种果 净土果 第三个 就进成佛果 那么第一个 无果 我们把经文念一念 事故若人送此愿者 行于世间 无有障碍 如空中月 出于云意 诸佛菩萨之所称赞 一切人天皆因理尽 一切众生惜因共酿 此善男子 善得人生 圆满普贤所有功德 不久当如普贤菩萨 素得成就 唯妙设身 据三十二大战夫相 若生人天 所在之处 常居圣足 稀能破坏一切恶趣 稀能远离一切恶游 稀能制服一切外道 稀能解脱一切烦恼 如狮子王 摧乎群兽 看受一切众生供养 这里就是无果 那么 那无果呢 你看行于世间无有障碍 这一段 它叫做增上果 此善男子 善得人生 可以像普贤菩萨的 三十二大战夫相 这样叫做等流果 然后所在之处 常居圣足 是一手果 然后破坏一切恶趣 这个是试用果 然后解脱一切烦恼 叫做离戏果 所以这就是无果 增上果 等流果 一手果 适用果 离戏果 这五果 所以 这个 这五果 都修什么来的 第一句 送此愿 十种法行 只有一个 读送 它只用一个做代表 所以你看到注解 举奉送第八 十法行里面的第八 奉送 用奉送一行 以此类推 然后下面就讲 种种的功德 先讲无果 这样子 叫做辩重德 那 增上果 他用一句话解释 增上用 那 等流果 他说 圆满 普贤 所有功德 因为你能够这样做 你慢慢也能够 圆满 普贤的功德 那三十二张 大丈夫相 他就举两个做代表 一个 足下 贫如连底 乃至三十二 眉间白豪相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呢 我们现在叫做呢 这个叫做 那个 足下没有这样弓起来 叫做什么 什么足啊 扁平足 我们现在给他说 这个是有病的 扁平足 可是当时候印度人认为 这样叫做 这个圆满相 完全没有凹陷 这样子很 很圆满的 结果呢 现在印度人认为 这样不利于行 扁平足 所以这个是 时代环境不一样 对这个 有没有福报的定义不一样 那 眉间白豪相 大家比较了解 然后一手果 他只有一句话解释 趁因赶果 有这样的因 就有这样子的果 那赶果的时间 时间 跟修阴的时间 是有差异的 这样叫做 义守 这是时间有差异 然后呢 修阴的时候呢 是有善恶 果报的时候呢 是无忌性 所以这个义守果呢 有这样子的意思 义类而守 义时而守 等等 那这个呢 先这样简单解释 请看参考讲义 在第四页这边呢 引用普贤行愿品书 他说呢 那这边哦 金诞有事 第一 受词 第二读 第三诵 第四书写 也是前面的经文 受词读诵 他把它分开成四个 然后加上前面的听文 文词愿亡 那 为举五行 那么乃治二治 意思就是前面 乃治书写 他先解释前面 那个乃治书写 一诗俱记 他说乃治二治呢 就是包括了 始法行的全部 否则前面 只有讲到 受词读诵书写 加上听文误心 加上乃治 就始法行 通通有了 然后呢 那个始法行 略说功德 只有说离二 献报 献报 马上你就能够 离身心等病啊 苦恼啊 等等啊 这个 都是当想 当事 这一生 就有这样的果报 至于第二段 事故若人 诵此愿下 这是第二段 偏举一行 广显众德 举一立于 用一个做代表 就是读诵 所以呢 用一个做代表 以此类推 其他始法行 都可以有这样的功德 所以第一句 举一行 然后下面的行于事件下 就是经文的行于事件下 开始呢 在讲这些功德 辩德 分辨这些功德 巨多圣德 不出无果 然后呢 文分三段 就是课本我们念过的 先通明无果 别明进度果 究竟成无果 好 解释无果 第一 第一 一有肉 善业不善业 所感的 一手 无忌法 所以刚说了 果报是无忌 不是善 不是恶 但是修音的时候 必须是善 是恶 才有力量 感得这种 一手果 而且强调呢 是有肉的 善业 恶业 所以 因 是有善 有恶 可是果报 是无忌 义信 而守 那个信不一样 前面是善信 恶信 果报是无忌信 所以他这边解释 一手果 只要用一个 义信而守 其实还有一个 义 义时而守 时间不一样 因在前 果在后 所以义时而守 还可以义类而守 类别的类 所以 有时候杀生 所得的果报 不是你被杀 而是呢 生病 所以呢 这个义手果 不竟然完全跟造的业 是同一类 但是呢 是相似 一定要相似 不可能完全不一样 一定要相似 也就是说 你杀生是让人家没命 那你自己呢 虽然不会被他杀 因为你那个杀生的业 没那么重 但是呢 也会呢 身体受伤害 就像你对他杀害他 等于是伤害他的身体 所以你自己呢 也会身体受伤害 所以 身体受伤害就是生病 那为什么 杀他只是 感得生病而已呢 而不是被他杀呢 因为你造的杀业 有轻有重 如果你杀业 轻 那么你感得的呢 就是呢 比较轻的果报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差别 所以呢 一手果 异性而守 异死而守 异类而守 也可以这样看 再来 第二个 等流果 三性 色心 等法 这三性就刚刚说的 善性 恶性 无际性 那么 不管是色法 或是心法 凡是由 亲因缘 所生的 就叫做 等流果 那么 等呢 是同等的意思 流呢 是同类的意思 那个类 所以 现形 跟种子 也就是说 现形是果 种子是因 现形 跟种子 因跟果 性是同类 善性 善性的因 会感得善性的果 恶性的因 会感得恶性的果 无际性的因 会感得无际性的果 所以是讲 善性 不像一手果 因是善恶 果是无际 不同类 不同性 所以 这是一种 等流果的讲法 所心的种子 与能熏的现形 其性 意思同类 注意看 能熏的是 已经现形了 然后 熏成一个种子 就种回去 所以那个种子是 所熏 被熏的 所以你正在 造恶业的时候 正在造恶业 那个就是现形 造恶业 是恶性 所以你熏下来 成就的种子 那也就是恶性 那个种子 存在阿拉耶稣里面 所以 现形的能熏 跟 所熏成的 这种种子 一定是同一个类型 同性 同类 所以 后念 字类的种子 与前念 字类的种子 其性 也是同类 特别讲心法 所以这句 特别讲心法 前念 跟后念 前念 等于是因 后念 等于是果 所以 前念是恶的 就会引发 后念 也是恶的 前念 是善的 也就会引导 后念 也是善的 会这样 念念相续 所以 这个 这个 后念 起来 也相当于是前念的 等流果 这样子 所以什么解释这么多 就是他后面要讲的 种子生现形 现形 熏种子 种子生种子 都是由 亲因缘所生的 但是呢 都是呢 那种 性 类别相同 这样子 互相的做因缘 所以叫做 同等流类的 果报 叫做 等流果 你说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我们好懂啊 譬如我们现在呢 动了一个恶念 很气这个人 真的很气 到怨恨 很想把他杀了 就动了这个念头 请问 你这个 很想把他杀了 这样子的念头 现形 起来 原因是什么 你前面很恨他 所以那种 恶性的恨意 恨的念 就会隐身后面 想要杀身的恶念 就像这样子 所以那种杀身的念头 升起来 就是前面那个恨的念头的 等流果 不一定要 这一生杀了 来一生 再受果报 不需要把时间 让那么长 他连这个 也可以叫做 有因果的那种 等流果的关系 下面再一句 或是先业后果 先业后果水转 前面的业 那个是前头造的业 后面的一手果 照说是一手果 但是这种一手果 跟前面造的业 等同流泪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 这种果 也可以是一种 等流果 所以你看他就举例 过去造的业 是杀身的业 现在呢 自己呢 得短命的果报 你说这个不叫做一手果吗 是 是一手果 但是因为呢 杀身的业 跟自己短命 类似 所以也可以说呢 他也是一种 等流果 所以他对于这个 等流果呢 用了比较多的文字 去说明 接下来 但此随先业 而转之果 时是真上果 而非等流果 特于 彼有相似之意 是故 假名为等流果 也就是照说啊 这个不能叫做等流果 只是假名 假名因为有相似 因为你让他命短 导致自己命也短 命短相同 所以叫做相似 所以照说呢 这个不能够完全 就是等流果 而是一种 真上果 只不过呢 这种真上果 因跟果之间 有很相似的特性 所以也把它叫做呢 假名为等流果 所以这里面呢 等于有一些相似的等流果 有一个真正的等流果 你说真正的等流果 它就是讲的 前念跟后念 这个就很明显 念念相续 好 那再下来 离戏果 离戏果是什么呢 那个戏就是戏父 离开戏父 就不再有生死轮回的业 把你绑住 这样叫做离戏 所以没有生死轮回的业绑住 要靠什么 无漏志 依无漏志 断杖所正的无违法 断掉这些业障 烦恼杖 断杖所正的无违法 就叫做正的那个离戏果 所以无漏志是因 正的那个无违法是果 所以这样子的果 叫做离戏果 那个戏就是生死轮回 把你绑住了 现在离开了 脱离了 这样的果报叫做离戏果 那么第四个适用果 诸作者借诸作剧所办的事业 这样叫做适用果 他就举例说明 适龙工商 农夫 商人 书画 算术 占卜 要有一个工具 农夫要有这些 这个 这个 这个除草 种植 种植 这些植物的这些 然后商人要利用种种的工具 去卖东西 然后呢 画画的 这个 占卜的 都要有一些工具 所以才会前面讲 借诸作剧 要借由其他的工具 才能够承办那个事业 所以 因此叫做 试用果 所以那个试 就是呢 那个人 那个用 就是要用种种的作剧 才能够成功的处理 你要成功的这个结果 所以 这个 财力等果 你才能够 生财 才能够得利 所以那种 生财得利的果 一定要有人去用工具 所以叫做 试用果 第五个 增上果 除了前面很明确的定义 一手果 等流果 离析果 试用果 之外 其他的 因缘所成就的果 都叫做增上果 所以增上果的定义就很宽 很松 通常呢 就是 他后面会根据那个六因 能做因 增上力所生的果 是由于许多因的活动的结果 所以常常叫做共果 在很多种情况下 增上果 为所缘缘 等无间缘 增上缘 导致的结果 所以这三缘 属于能做因 所以只要 不会障碍这个法的出现 就很宽 真的有帮上力 或者是没帮上力 虽然没帮上力 但是呢 不要阻碍他 这样就叫做能做因 这个因跟果之间的关系 能帮上力的 让这个果能出现的 这个因就叫做那个 那个果的能做因 或者是没有帮上力 但是呢 不障碍他的 也能够叫做能做因 所以等于 等于他在解释增上果呢 特别把那个能做因提出来 那个能做因 常常呢 没帮上力的 但是呢 成就的就是增上果 你可以这样看 所以他特别去提能做因 好 这个是无果的定义 先让大家呢 先有个概念 再继续看 下面呢 他解释那一个课本讲的 一行以利于 只要读诵 那就可以呢 有底下这么好的果报 我没有怎么去看这句话 只要读诵就可以 所以呢 这边把它呢 整理出来 第一个 因为这个人 有素式的身后三根 因此他能够读到普贤行愿品 乃至呢 能够读诵 整个普贤行愿品 否则 他能不能接触到 接触到 那他先不信 他愿不愿意读 都是个问题 他现在 接触到了 然后呢 愿意读他 甚至还每天读一次 代表 他有素式的身后三根 因此有底下这么好的功德 的原因就在这里 第二个原因 刚刚强调的 他读诵不是纯粹只读经文而已 以身信心 读诵受词 所以才有这么好的功德 所以这边简单的说 于如来境界 身心信解 圣生圣解 现前之见 去做读诵 或者是听文 乃至演说 等等 所以 主要就是有 身信心 身心信解 圣生圣解 现前之见 第三个 偏举一行 就是举一个 以此类推 实际上 一个里面 就涵刮了死法行 也等同他在修 普贤十大心愿 这个就更高明了 比前面那个呢 更高明 高明在哪里 圆融 一个 就涵刮了死法行 是从这个角度去讲 所以才会有这么好的 殊胜的功德 那就不是我们一般人 光是读诵 就能做得到的 所以 普贤行愿品呢 讲完这个之后呢 才强调 不需要做到第三个 只要像经文讲的 只是读诵 普贤行愿 一个因 就可以聚诸无果 所以 代表呢 如果你能够做到 那当然可以 但如果你做不到呢 起码你有第二个 就可以 我们可以这样看 好 所以你看 接着呢 我们就对照的经文来看 什么是真上果 你看经文 能够这样子 读诵受词 普贤行愿品的人 的修行者 行于世间 无有障碍 就好像空中月 出于云翼 就是天上的晚上 没有乌云 虽然是有乌云 但是那个月亮 不会被乌云遮住 来形容 你是这个修行者 你在世间 不会有障碍 你所到之处 就好像那个月亮 都一直很明显的 能够开展出来 甚至呢 是诸佛菩萨都称赞 一切人天都礼尽 一切众生 都要供养你 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这么好 所以如果你不去了解 什么叫做 以身信心 受词读诵 你说 我也常读普贤行愿品啊 我所到之处 人家都看不起我 怎么会是礼尽 供养呢 这时候呢 就是要用另外一句经文 来帮你解释 金刚经里面讲的 你受词金刚经 结果还被人家呢 轻慢 那个代表什么 你因为受词金刚经 术士的恶业 消了 本来有很严重的恶业 正因为你受词金刚经 感觉众业轻爆 变成人家只是看不起你 这样而已 否则你如果没有受词金刚经 那个果报是很严重的 你要这样想 你说我是这样想 还是事实是如此 我们怎么知道事实是不是如此 如果我们知道的话 代表我们有宿命童 但是我们只能够相信 释迦牟尼佛在金刚经里面这样讲 释迦牟尼佛不会说虚妄话 他都是真语者 实语者 不义语者 我没有相信佛讲的话 是真实的 所以我们以此类推 读诵普贤行愿品 你说 没有人家都对我礼尽 都没有对我供养 甚至还看不起我 你就用金刚经这句话来勉励自己 起码我过去的恶业 就用这样子消掉很多 所以为什么这样叫做真上果 请看这个讲义 为什么这样叫真上果 因为经文你可以把它看成四句话 行欲世间无碍 第二个是诸佛菩萨赞叹 第三个仁天仁天礼尽 第四个众生供养 甚至下面更引用更多让你了解 书超里面写到 常得天王龙王乃至仁王犯王之所守护 恭敬供养 他说这个就是实王进户是真上果 为什么呢 实王进户等者有力真上 有几句得令彼互顾 你只不过是读诵 为什么这些人王天王 龙王要来守护你 恭敬你 因为你正在学习做普贤菩萨 你具有这样的功德 所以他们守护的不是你这个凡夫 而是守护的是将来的普贤菩萨 将来的佛 是因为你开始以身信心受持独送普贤心愿品 你正在学习修普贤心 你要这样了解 所以如同各位都听过一个典故 有一个专门修禅宗的 他为了要对峙自己打瞌睡的坏习惯 故意去坐在那个悬崖边边 提醒自己不要打瞌睡 否则一打瞌睡就会掉下去 然后真的是毛病太重了 还是打瞌睡真的掉下去了 没想到 一掉下去有那个韦陀菩萨 赶快把他扶上来 他就一方面很感谢韦陀菩萨 二方面之后想一想 我好像修行有一点功夫 要不然韦陀菩萨怎么会守护着我呢 就起了这个慢心 自认为好像有一点功夫 然后那个韦陀菩萨就现身说 因为你起慢心 不再护持你 我走了 所以这个修行人就 听到韦陀菩萨就发惭愧心 我不应该起这个慢心 我有什么修行 我如果有修行怎么会打瞌睡呢 所以我还是这个是烦恼深重的反复 我好好认真用功修行吧 所以他就起惭愧心 就忏悔 然后就好好用功修行 一阵子之后呢 真的习气太重了 又打瞌睡又掉下去 傅陀菩萨又把他 这个又把他接上来 这个时候他就问说 你不是说你已经离开我了吗 你说我起了傲慢心 所以你就离开我了 傅陀菩萨就说呢 因为你起了忏悔心 所以呢 你有够资格 让我扶持你 所以我们要了解 不是人家 不是赴我们这种凡夫 他赴的是你真心 要修行的这一点上头 你是真的想要学习普贤菩萨 你是将来有可能成为 另一个普贤菩萨 乃至你将来是另一个佛 另一尊佛 所以人家人亡天亡 梵亡龙亡 才要恭敬供养守护你 是因为是这样 所以下面引用 慈舟大师的这段注解 行愿品新闻记 为诵此行愿为因 果上遇到一切善恶境 皆使此行愿功德真上 因为你常常读诵 你就知道怎么样 依着经文去修普贤行愿 碰到一切的善恶境界 你都能够知道 如何去运用行愿品 来帮自己修行 所以皆使此行愿功德真上 所以持果有恶 第一恶法不能仗此行愿 所以行愿得真 叫做真上果 第二善法能够给予你的修行愿 修普贤行愿的力量 帮助你修普贤行愿的力量 所以又叫做真上 送普贤行愿的功德 善法加真 就是与力的真上果 行于世间无有障碍 就是在世间修行 不为货业苦三丈所爱 是不胀的真上果 刚刚不是说真上果就是两个 一个是给力 一个是不给力 虽然不给力 不障碍 所以行于世间唯有障碍 不为货业苦三丈 叫做不胀的真上果 那如果呢 人天礼敬 众生供养你 人家是在修善法 是帮助你修普贤行愿 这个叫做真上的 与力的真上果 所以为什么这个果报 叫做真上果 那么这个 至于这个读诵 有什么功德 我这边呢 抄了一段那个 华严经传记里面 的一个故事 我把它讲一讲给各位听 水草修禅定的 一个叫做会物 智慧的会 开悟的物 会物法师 他跟另外一个同修道友 出家人 两个都出家人 到处去参访 最后呢定居在这个中南山 最终的中 史中的中 南方的中南山 两个人呢 都是呢 有在诵经的 一个诵华元经 一个诵涅槃经 然后都很清 清修 木石七眼 就是呢 吃很简单 然后呢 没有 没有房子住 就住在那一个山洞里面 然后每天呢 就是打坐 诵经 经过很多年 都很专心的修行 都很用功 早晚都 功夫都没有停下来 禅定 诵经 有一天 突然有一个人 不知道他怎么来的 就突然出现 然后对着两个人呢 礼拜问讯 然后呢 就说呢 我们家主人 要请一位法师 来我们家 接受我们的供养 然后两位法师呢 就互相的 推荐对方 他比较有修行 就去吧 然后那个人说 不是 不是你们自己推荐的 我们家主人呢 希望请 华元法师 受识华元经的法师 好 所以呢 会晤禅师 这个会晤 是受识华元的 另外一个呢 是受识涅槃经的 那人家 说明了 就是要请 受识华元经的法师 去供养 好 所以会晤禅师呢 就把衣服 衣钵呢 整理一下 就跟着人 那个人去了 走走走 走不远 然后呢 这个会晤法师就问说 请问 你们家 这个功德主 你们家是在哪里啊 他说 就在这里的南边 南边 我认 我所知道的 南边下面 就是悬崖 跟流水 没有住家 没有村落 那个人只好回答 跟你好好报告 讲 我们家主人是三神 是这个山的三神 所以呢 他没有 他不是住在一般的房子 他就是住在这些山里面 那请法师 你不要见怪 那会晤法师呢 虽然很惊讶 但是呢 想说 那好啊 那我们怎么去啊 看到的都是岩石啊 怎么去呢 然后那个三神说 法师 你不是受识花园经吗 你没有神通吗 会晤法师说 没有啊 真的没有神通 那个人 那个三 原来他也是一个神 他说 好啦 法师 你既然没有神通 那我带你去好了 就用手呢 把会晤法师 用捧的 捧到空中 然后呢 用飞的 一下就飞到 他们家主人 东南山的三神那里 然后呢 然后呢 一下子呢 这个整个山壁啊 就变掉了 变成呢 这边讲的 华塘 壮丽 亭螺 真壮 等于呢 很 很庄严的那种 那种 宫殿 各种宝物 然后 准备了很多食物 原来不是只有供养 会晤禅师一个出家人 准备要供千生 一千个 一千个 然后呢 就等啊 说时间还没到 所以呢 其他的人还没来 我们就等着吧 然后呢 这个快要到的时候呢 时间快到的时候呢 带着会晤禅师去的 那个人说 那请 请高坐 请高坐 坐在那个最 最尊贵的 第一个位置 那会晤禅师就问说 那有其他的呢 准备那么多 我一个人不可能啊 一定还有其他的 有没有其他的 有哦 很快就来了 时间到了 人家就会来 为什么 人家都有神通 只有会晤才 会晤法师 没有神通 所以其他的人呢 都是飞来的 他说哇 都会飞耶 那我 我这个 借纳这么卑微 我怎么会是坐这里呢 你没有安排错误啊 你是坐会帮我排错了 那个三神就说 没有 没有排错 因为你受持华严经 所以最殊胜 所以你就坐这里 一下子呢 人家其他的僧人 有的 有的有拿席杖 有的人拿拨 然后呢 从空中这样飞飞飞飞 飞掉下来 然后呢 超过五百个 他这样写 数过五百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就这样一个一个飞来 一个一个飞来 超过五百个 然后呢 这个会晤法师呢 就很惊讶 哇 都会飞 得恨一定比我高 然后就赶快起来 要礼拜这些 有神通的 结果这些 会飞的法师说 我不敢当 我不能接受你的 请你坐着 不要动 因为你受持华严经 你比我们尊贵 是我们要恭敬礼拜 你才对 所以呢 你不要动 然后呢 大家都坐好了 就开始上供 吃吃吃吃完了 人家吃完了 那就跟那个主人 告谢一下 这些飞来的出家人 又飞回去了 飞走了 飞到哪里去不知道 那就剩下会晤法师 会晤法师不会飞啊 吃完了怎么办呢 然后呢 这个会晤法师说 那请你告诉我 我怎么走回去 然后呢 这个主人呢 他说 对 然后底下呢 有十几个小孩子 大概都是三岁的小孩子 这个三神呢 就命令说 你们这些人 有谁要送法师回去的 陪着法师回去 这十几个小孩子呢 互相推 我不要 我不要去 你去 你去 在那边互推 这个三神就很生气 大神就喊 还敢推 还敢 就是你 就随便指一个小孩 被指定了 被带王指定了 那不敢推了 就只好乖乖地走过来 好了 那么 这个 这个怎么办呢 被指定了 那是 那个小童就说 请法师开口 小童一看 法师你有病 你有病 所以 我还不能进去 你先吃点药 马上这个小童就抓了一个地上的土 丢到法师的口里面去 然后吞下去之后 法师你再开口 OK 好 这个OK了 可以了 你的病还好一点了 这个小童就一跳 就跳到那个嘴巴里面去 就钻进去 会晤法师的口中 就钻进身体里面 原来 它是一种 药精 精灵的精 它是药精 所以呢 一吃进去之后呢 会晤法师 就会飞了 所以 那个三神就说呢 感谢法师你愿意来接受我供养 我没有什么好送你的 我就送你这个 当为我的仇报 送你一个药精 让你呢 去飞 这样子 所以呢 就真的呢 非无法师呢 就可以这样飞 飞 飞回去 回到那个跟他同伴在一起了 那个寿石涅槃精的那边 然后就在空中里面就跟他的同伴讲 说呢 因为我寿石华盐精的这个功力啊 导致呢 有一个药 我已经吃下去了 所以我会飞 你跟我啊 我是仙 你是人 从此呢 我们就不住在一起了 不可同居了 很高兴 很高兴我们同住这么多日子 然后呢 希望呢 我们来生呢 能够在佛前相见 从此呢 我们不同居了 就飘走了 就不知道飞去哪里了 这个就是呢 强调 读诵华盐精 就有这样子的殊胜功德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不客气 就不aver 进行 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